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迷信?很多时候我们的理解迷信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们无法验证的,无法证实的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念和执着 这个很容易成为我们的迷信 如果你是一个无神两者,可能你会立刻说是 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基督徒是一个迷信者 为什么?因为你的神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又要我们去信,怎么信呢? 怎样去信一个看不到的? 最近我也看到有一条影片在网上,不过是很久以前的 那条影片 有一个人说,当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说当我数一二三,如果神立刻在我面前显现的话 我就相信他了 如果他不能在我面前显现的话,我怎样相信? 我怎样相信一个不能够证实的东西呢? 他说的逻辑都好像挺合理,是不是? 不过我要说,你看不到微波? 人的肉眼是看不到微波 那我们相信微波的存在呢? 当然你会说,有很多仪器可以探测得到 不过在未有这些仪器探测得到之前 微波已经是存在的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很多事情都已经存在 甚至会人类文明发展 在他未知道,未发现到这些事情里面 已经存在 我们能不能够说,我们看不到,我们不理解 所以他不存在呢? DNA一直存在,是不是? 但是很多很多年前 人类根本上没有这样的科技 根本上没有文明能够知道 他都一样存在 所以如果你说看不到 我们就不能够接受的话 这个某程度上都是一个迷信 为什么呢? 建基于我刚才所说的迷信的原则 就是有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去验证 证实的,然后你又会很强烈地去执持住 这样,这个很容易就成为了迷信 一个无神论者 一个无神论者 你没有办法去否定 或者是没有办法去验证 无神的存在 然后就很强烈地去执着着 无神这个信念 那这个就是一个无神论的信仰 这个就是落了一个迷信无神论 所以我们首先搞清楚就是 不要迷信 那你说,咦? 我的标题是 不要再做一个迷信的基督徒 的而且确基督徒也有迷信的 基督徒你说,不是咦 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 为什么?我会说我们会是迷信 什么为迷信呢?就是在你不能够经验到 刚才所说的一个原则 你没有办法去经验它 你没有办法去证实它 然后你又随着羊群去麻木地去相信 这样,很多人就评论这些人就是迷信 很多基督徒都是 在几十年的基督徒里面 可能人云亦云 大家读圣经他就读了 大家都在读圣经的了 这个是神的话,那就读读读到 哪一章哪一卷是这样的 那卷书是这样的 很多参考书 但是原来自己的生活里面 没有实实触碰到这个神 没有实在在我们生活 生命里面去经验这个神 其实我们也落在迷信里面 所以基督徒都会有迷信的基督徒 所以我在这里劝勉 一方面就是我们不要迷信 无论你是无神论者也好 或者是基督徒也好 不要再迷信 接着我们看一看经节 《药汉福音》四章十九至二十四节 那个是一个我们经常都会说的 就是撒玛利亚有一个井 井旁有一个妇人的事情 但是今次我们不是说那件事情 我们只是想说当中的一些细节 在十九节 苦人说先生 我看出你时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 你们倒说 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说苦人你当信我 时候将道 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 时候将道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誠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过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誠实拜他 很多基督徒都没有用心灵和誠实拜他 为什么只抽这几字呢 就是因为这个妇人的祖宗 包括这个妇人也是 有一个观念就是 我们的祖宗都交大乐 就是我们敬拜神在这山上 但是又有一帮人 就是犹太人 在耶路撒冷 其实这两边都是属于宗教 无论你在哪里拜 你都是迷信 因为你没有直接触碰这个神 在你主观里面 我们没有直接经验这个神 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我们主观来说 我们是一个迷信者 所以主说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扶 那些才是真正拜扶 而不是一个宗教的体系里面 不是每一天 或者是有些讨告 或者是每一个礼拜 参加聚会 然后甚至每个礼拜 你都去参加一些查经小组 不是 这些是宗教的活动 在这些当中 究竟我们只是在知识上探求 在外面的移民里面做一些义工 或者是礼拜等等 这些都是宗教 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不是啊 圣经是神的话 你读它有什么不对 尤其是在外国 读神学的人 甚至是做了牧师 都可以是未信的 我儿子的学校之前那些 我以为他是信了主的 原来不是的 他做牧师原来他是未信的 不是真实信 现在新来的才是真实信 所以大家就知道 没错 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说圣经是神的话 但是就算你真是相信 接受主耶稣 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也好 可能我们很多时候 都只能客观地去认识 这本书那本书那本书的 这个教导那个教导 而不是有一个主观领受 主耶稣跟我们讲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踩中成为一个迷信者 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不是直接触碰 怎样说在生命里面直接触碰 如果我们只是想... 大家去想想 哪一个是最清楚我们自己,除了神,除了我们以前说的撒旦之外 哪一个是最清楚我们自己,有些人说你旁边最清楚你自己 但其实有些人也说我们自己最清楚我们自己,是不是? 有些人甚至在公司一个样子,在朋友面前一个样子 在家庭,你说最真我了,最真实的,对不起 有些人甚至在家庭里面也是一个样子,那个都不是最真实的自己 所以这里说,要用心灵和承受力敬拜,我们无需要装扮 神是最清楚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需要装扮 我们开心就开心,不开心就不开心,我们觉得受委屈的就受委屈 我们觉得有些不开心的就生气,我们将所有大对神的面前 有些时候我都看见有基督徒就是当他不开心的时候 他打开一本圣经,很想得到安慰 一看见耶和说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自缺乏 心里面安慰,对不起,那一个是自我安慰 你只是用神的话,即是客观的话,来自我安慰 不是那一刻神认为你需要什么安慰 就是正如父母和子女一样 难道子女可以当他开心不开心等等的时候 他立刻去想起,爸爸妈妈曾经可时就说过 你这样,这样,这样 所以用那时候可能一年前或者几个月前 说过的话来自我安慰吗? 如果爸爸妈妈是存在他身边的话 最直接就是什么?最适时最应该就是他找他的父母 然后他父母可能有一些教导 甚至是责备的,甚至责备完之后 然后有一些圈面,圈面之后安慰 这个才是真真实实去经历 如果我们的信仰是未经过我们去验证的话 如何验证呢? 用心灵和圣实去验证 你要触碰到看不见的 你就要找适合的器具 适合的仪器去探测他 神是灵,所以拜祂的都要用心灵和圣实 不要只用眼,不要用头脑 你用眼是看不到它,因为它是一个灵 你用头脑吗?头脑你也没办法 因为头脑你只能明白八字一字的知识 你没办法跟一个灵来沟通 你说有些人迷信一些牛鬼蛇神等等 他都说可以经验的 不过今天我们所说的 是你可以经验这位圣善的灵 这个神的灵,而不是一个恶邪的灵 恶灵、邪灵你都可以经验的 有些人被鬼扶,有些人玩神打 但对于他的生命是完全没有改变的 一样是那个生命,一个恶的生命 贪的生命,自我的生命 全部越来可能,甚至越来越差 但是当我们基督徒去经历 去每一天去验证和这个神圣善的灵 去沟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会越来越变化 所以当人们看到我们基督徒活出神生命的时候 他不会再觉得你是一个迷信者 如果当他看到神的生命在你里面 来成为一个改变 当然不是一天半天,不是变魔术 我相信如果他再认为我们是一个迷信者 其实他是彻彻底底是一个迷信者 是一个无神论的迷信者 不过在这里我也要说 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迷信的基督徒 神的生命应该在我们里面产生果效 我们不是只要死每个星期日或者几十年里面 去守一些外面的宗教的移民 这样是无意义的 做几十年迷信的基督徒是无意义的 到有一天见主的时候 同一个就是爱世界 你这几十年不回教会了,信了主之后 然后爱世界去以鱼我诈的基督徒 可能没有什么分别 正如法利塞人一样 法利塞人就是一个只是守着外面的疑问 一个迷信者 他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他的神 所以我们也不要报告你的后辰 我们不要做一个迷信的基督徒 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者 也都容许我在这里作出一个挑战 如果你真是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的时候 我相信你绝对能够经验得到 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 如果你真是用了你的心灵和诚实 正如主所说 而你经验了 然后发觉他不存在的话 你才能够得出这个无神论的结论 而你才能够成为一个不是迷信的人 不是迷信于无神论的人 所以很多时候有人说 很多人不是他不能够经历这个神真实的存在 而是他不愿意相信神真实的存在 我作出一个挑战 无论是基督徒又或者还未信的 我们沽且好像主说 将心灵和诚实去上师跟他联系 上师去接触他、敬拜他 我们就去看看 究竟这个神是否真实 而不要落在自我迷信里面 我们简单有少讨告 耶稣我们今次赞给你 求你得着镜头前面包括小子 好叫我们 无论我们是一个无神论者也好 又或者我们认为是一个基督徒也好 我们都不要落在一个迷信里面 神呀求你得着镜头前面 在每一日的生活里面 我们都能够去经历经验你的实在 求你继续押着我们的手 带领我们往前 叫我们越过越经历你的实在 越过越认识你 你的生命越过越在我们里面来改变 我们简单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靠 阿们 好了这条片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个信仰分享篇再见 拜拜